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星体验团嘉宾们的探索看起来也是不亦乐乎 那么作为游客的我们又可以体验到哪些与众不同呢 今天就跟随我们文旅大发现一起去深入体验一番吧 在近城泽州的微微太行山深处 有一个乡镇可以说是绝对的颜值在线 被誉为多彩画廊 可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说起其名字那份美感如同天成 那就是泽州县的山河镇 表里山河地如其名 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这里 它与沁河水共同汇救了这里 九曲十八万的多彩画廊 我们山河的名批就有三张 第一张名批山河的生态特别美 山河确定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没有移除工业企业 所以到了山河之后你又可以感觉啊 这里山清水旧 没有工业 没有城市的削销 让人到到这个山河之后就能完全放松下来 国家级工艺林秘籍区 省级自然保护区 太行山风山玉林示范区 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就是与自然的融为一体 而说起山河镇方景最美的地方 有一处必须得提 那就是被誉为北方小三峡的山里全景区 朝思白地彩云间千里将临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大家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吗 先来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啊 周围群山环抱青山绿水碧波荡漾 这儿的名字呢叫做山里全 它的位置呢是在近城市郊外山河镇的沁河峡谷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赋于这里 叫做北方小三峡 这里自然风景独特 有悬崖峭壁的太行山 有川流不息的沁河水 雄山秀水在此相遇 九曲十八弯 盘绕蜿蜒 群峰碧立 风光秀丽 北方小三峡之称 名不虚传 在这里还有三国时期的 石门卫碑 司马懿屯兵洞 古战道等历史遗迹 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而我们的主持人 在游览的过程中 也有不少新发现 在寻找历史古迹的道路上呢 我又发现了这样一处 别有洞天的景观 叫做一线天 为什么叫做一线天呢 如果说大家乘船从下面经过的时候 抬头仰望我站在这里 就像是一道白光一样 所以一线天由此得名 而又据说呢 当年江太公在得到神鞭之后 为了试一下这鞭子的威力 于是凌空挥舞 一道白光闪过 这里就形成了一条宽一米 高达二十多米 这样的一个奇观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这里堪称人节地灵 在如此环境孕育下 山里泉景区内 更有国家级一级保护动物 金钱豹 白罐 以及成群的猕猴 出没的野鹿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体验原生态 享受慢生活的世外桃源了 第二张名片 山河的石头村路 也非常有特色 像我们的盗博河 青坎 竹林沟 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就可以看到 这个石头房 石头的路面 石头的街 石像 石井 石墨房 到处都是石头的王国 第三张名片 叫山河是太极祖庭 为什么重要说呢 城市太极的藤国 就是出身于山河镇的东土河川 所以说可以说山河是太极祖庭 是城博的故里 这是一张很好的名片 我们今后的发展 就是把这个生态和我们的太极文化 结合起来打造云上太极 康阳山河这张名片 山河镇全辖区无一家工业企业 使得这里的生态和文化 得到了最佳的保护 而从农业乡镇走出来的山河 在走向旅游乡镇的道路上 也有着自己的方向 山河在这个 随不出来 这种好知情啊 蜘蛛产业是传农业 但是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懈怠农业 加旅游业 往这个方向引 以旅游来发展农业 这样农业就发展方向更加 定位更清晰了 围绕旅游来提供 车住行方便的特产 美食围绕旅游来 发展懈怠的职业 如果说山河镇打响了 它的生态牌 那么和它同台竞技的 另一个乡镇 也丝毫不逊色 那就是被誉为 神仙福地的 泽州县戴基镇 刚来到待机的文联 被这里的一场 热闹表演所吸引 而这个表演来头不小 这个小姐队谷 它这个产生时间 在四百多年以前 主要是老百姓 在这个欢唱嫁娶的时候 乐器 这个乐器慢慢就演变 演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形成于明末清初的小鸡队谷 在2008年被列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真是羡慕文联的眼福和耳福啊 刚刚这个热闹的场面啊 是我们山西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鸡队谷的场面 而今天呢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叫做泽州县的戴基镇 而这个队谷呢 就是这里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好奇 为什么叫带基呢 而这个带基这俩字怎么写呢 我们请到了当地的老师 林姐来为我们讲解答疑 就是相传呢 在古时候 在带基村呢 有一棵大三枣树 三枣树呢 它也叫做基 所以呢 大三枣树就叫做带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村的形状呢 特别像一个波及 所以呢 就称作带基 位于泽州县南部的带基镇 北距近城市15公里 东与河南省交界 在其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可以说处处有美景 山山有传说 太行古道马铃悠悠 太来故里名阳天下 牛高寨一手南宫 神女风美轮美奂 这里可以说 神仙多 名人也多 而理解 首先带文连来的地方 也是有典故的 这个独立的山峰呢 就叫做牛高寨 当时呢 是有个名人 他是叶飞的一个大将 叫做牛高 在南宋时期呢 牛高他宣里 一万大地一战 这个山寨呢 或者牛高寨 曾经立下了 汉堡奔老 这个山寨呢 是牛高当时的 掠冰的长城 就叫做牛高寨 这座位于贾山村西 一个孤山之间的古老寨子 占地约一公顷 居高临下 一手南宫 由于保存完好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而说起这里的旅游资源 可以说深厚而悠久 我们有茶马古道 咱们还有就是北方 尾仪的一座保存比较完美的 一个玫瑰生物教堂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进一张 这个县区王太来 他这个故居 就在我们待机 说起待机的名人 这里确实当得起人节地灵 有铁谷御史王允成 有祠河县令王世衡 有著名诗人蒋世泉 还有晋商先驱 王太来 王太来呢 是名目清出晋商文化先驱 也是山西的一个富商 他当时经营的有呢 爷爷 茶叶 铁业 当时呢 就垄断了山西 河南 河北等地 太来后呢 又遍布全国各地 而这位著名的 晋商王太来的故乡 就在待机镇的秋木洼村 难怪名人沈思孝 在进路中说 平阳 泽禄 豪商大谷 假天下 非数十万不称富 其中的泽禄 就是指山西省的泽州和长治 这王太来呀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据说当时家里的现银呢 就有1700多万两 可以说是比当时的皇帝 都要有钱 而眼前的这个寨子呢 就是为了保护当时的财产 而所修建的一个 想城堡式的防御体系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场景特别眼熟呢 其实呀 这里还是冯小刚导演 在1942电影当中的 主要棋林地 没错 这就是书记刚才提到了 那座著名的教堂 是目前中国中部地区 唯一保存完好 规模完整的古堡式教堂建筑 从这里可以看到 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痕迹 不同于山河镇 从农业转型到旅游 待机镇可是从资源型乡镇 转型而来的 90年代的时候是以煤炭为主 现在呢我们这个资源型经济呢 也走到了尽头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想 通过地下转地上 黑色变绿色 这么一个转业 这么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来自我们的经济呢 获得一个新的引擎 走在旅游之路的戴基 让更多的人认识它 了解它 走近它 这就是神仙福地 派来故里的戴基镇 深入探寻了之前的两个镇后 大家肯定会对 这周即将对决的两个乡镇 颇感好奇吧 体验团嘉宾 更是要面对花样百出的新挑战 今天就让大家提前薄薄眼福 去瞧瞧夏村镇和大东沟镇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吧 这一期 第一个参赛乡镇的分量可不轻 位于晋城市西北部的夏村镇 西邦沁水 北林高平 这里可是泽州县的 又以煤铁重镇 原来是这个 矿产制约非常丰富 我们进了呢 有九转大中心煤矿 一切六百五十五万段采纳 相当于静煤 就它的一半 二分之一的煤炭储量 我们这个地方一百零四平方公里土地 西山全部是煤 东山全部是铁框 而正是这样一座煤铁重镇 经济发展强镇 发展起旅游夜来 那也是毫不逊色 有转型发展 转型到我们的旅游上 我们的旅游也非常丰富 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 我们也非常丰富的旅游之外 我们有这个全泽州县最高的山 也可以说是泽州县的主山 一切三百四十六点六米高的这个无上山 我们这座蟹境内 唯一的一条河 就是发育于我们这座蟹 唯一的一条河长河 它的发育地就得下出 那么我们就一块一三叶河抓旅游 最美夏村旅游尚选 今天维廉带大家来交接处 又因为其海拔较高 所以被称作是泽州的祖山 而且这里呢 是四十里长河的源头 说到这个祖山呀 不得不提的就是泰博三让的故事 三千年前 泰博三让天下 传说泰博重庸隐居的地方 在夏村镇的无神山 所以文连眼前的这个湖 也被称为泰博湖 而在谁不说案则中好的节目中 我们的体验团嘉宾 也将在这里上演 别开生命的体验活动 又由于四十里长河的源头 在无神山 所以当地确立全镇的旅游发展主题为 长河源头上德夏村 长河呀是沁河的支流 也是我们泽州县的母亲河 它流经了泽州县的五个乡镇 最后汇入到了沁河 而听说呀 这长河的源头就在我们的无神山里边 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速流而上去寻找长河的源头 这河流的源头可不好找 不仅仅是速流而上 因为上游水流小 部分隐藏在地下 所以文联找到了当地的老乡 唐师傅带路 可以说一路上披荆斩棘 女神都成了女汉子 从无神山里一路走来呀 这个路是越走越窄 走到现在呢 几乎都已经没有路了 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个水呀是异常的清澈 正所谓无限风 沿着无神山呀 一路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了我们长河的源头 唐大爷告诉我们呀 当地人称这里叫做水帘洞 真是没有想到呀 长河的源头竟然在这里 而且呢是如此的诗情画意 这个水就好像最黑 这个帅有时候要一点呢 不能说是没有帅 但是在帅之后 这刚刚就断不了 只能说是黑了外手一点 鱼帅多了 这个帅外大一点 那就不能说断了这个帅 这唐大爷呀 还真是在咱们无神山 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而夏村镇的旅游 正是以无神山为重点 东面连接圣公寺与无神庙 西面通过人行步道与鲍佛寺 白玄寺等相连 以长河为轴线 打造生态旅游带 形成全镇全域旅游新格局 在这里可以玩水 登高 拜祖 汉险 吃香春宴 品山楂茶 去体验一顶看三线 一览 众山小 在我的印象里 这里应该是一个煤炭重镇 工业重镇 但是没有想到 这里竟然有这么清静的空气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宜人的气候 所以期待他在 谁不算泽州好 第二季中的精彩表现 煤铁重镇的底蕴悠长 不仅体现在了夏村镇 和他对决的大东沟镇 可以说是实力不相上下 咱们东沟一直以来 就是以煤铁组成 但是通过期待第一季 这个谁不算泽州好 通过对一些文化之间的挖架 咱们发现咱们 这文化旅游这一块还是个处理地 经济砌发的价值 所以下部就从咱们的这文化旅游方面 打到这个江平民宿船 另外咱们还 打到那个横店 仰视城对击 咱们打到这个仰视基地 大东沟镇 位于泽州县的西部 人杰地灵 物产丰富 自古就是以粮食交易为主的重要极镇 说起这里的旅游资源 那可是两山加一河 除香首一窝 皇家养生地 明清大院多 目前咱们就是一后山 一后山是一一 双双成叫一一的方地 所以达到这个除圣之乡 西边的可海山上面 这个有个前面寺 那是唐双皇帝李柱 在那经营起伏 所以这个皇家养生福地 另外咱们通过这个文化八戒 然后这个传统的手工艺 这个除衣酒呀这些文状产品 这个更更这个 下一步这个对这个理由的发展 对这个群众增收呀 也很大 此外 大东沟还发现有距今上一年的 古脊椎动物化石 有旧石器时代的东沟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新碧遗址等 还有全国县村最早的成汤庙 这里的明清大院更是不计其数 单单甲泉村就有108座院落 绝对可以称得上旅游资源丰富了 泽州县大东沟镇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贸重镇 这个商贸呀可以深刻的体现在我身后的甲泉村 这里呀不仅有古老的商道 而且被称为长河驿站 东镇依侯山 西跳洋河水的甲泉村 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故事的村庄 而从前这里的繁华与明清时期的商贸重镇分不开 这甲泉村的村民呀 其实和泽商之源有着神秘的联系 这个甲其实就是商谷的谷 而这里呢是泽州通往阳城和庆水的必经之路 在康前盛世的时候呀 这条古道尤为繁华 也就形成了我现在身后的这条商业古道 古朴的村落紧凑而精致 保存完好的建筑和遗存下来的痕迹 都在向大家讲述着这里的悠久历史 随后文联找到了村中的干部申老师 为大家详细讲解 这个房子 这个这种房子就是咱们床里边挨的那个 就是拐里这条古道的雷往刻上 就是这个院子 这里边是有一个勾楼院 那么也有个勾楼 一会儿咱们进去的时候就能开到 通过贸易重镇富起来的甲泉村仙人 在这里留下了一座座庙宇和明清宅院 这是甲泉村人财富的象征 更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整个院子呢 借着结构是以那个明末清除 专业大的特点就是那个 就四两八重 它这个房子是比较古老 就是清除康西27年届成的 此外勤劳智慧的甲泉人 还利用村内暗渠引入山泉水 解决村内吃水问题 也形成了这里六庙六坡池的独特景象 这甲泉村呀 确实是一个很别致的小小村落 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小广场呀 即将会有我们第二季的泽州的嘉宾 在这里做游戏 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 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第二季 谁不说啊 泽州好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 黄河电视台正在播出的 全国首档 全域旅游 创投项目 真人秀类节目 谁不说啊 泽州好 第二季 添河电视台 为什么 中文 摁 平均